黃色泥水到處流竄 這個景象在颱風 季節性好雨並不陌生 不過冒險走過積水 要小心感染溝端螺旋體 我們會在病人 會詢問他的一些接觸史 旅遊史 跟他的職業史 一定會有發燒的症狀 會有肌肉痠痛 眼窩痛 或是甚至一些噁心 嘔吐的症狀 數了好大雨 大來的淹水有可能造成感染 特定工作場域也要多留意 物農的族群 就是說長輩 或是一些這方面的職業人員 他在接觸泥土的機會會比較多 一些野溪 或是溪 就是一些不熟悉的區域 那有可能他的上游 或周邊就會有一些養殖業 或是一些動物的排泄 勾端螺旋體 即用動物排泄物 接觸人類皮膚造成感染 即便身上沒有明顯傷口 還是有可能染病 例如說濕疹 或是肝癡 或是相鋼腳 他可能不以為意 但是他那邊皮膚其實本來就是比較脆弱的 那可能這時候 這樣的一個皮膚確損的狀況 他就有可能跑進去 早期可能有一些就是廣泛性的這種紅疹而已 之前有一些遇到比較嚴重 因為他會影響到肝功能很嚴重 會造成說黃膽 那這時候皮膚就會變黃 會有一些出血的一些病造 就是說皮膚 因為他淋血功能很差 這種都比較屬於嚴重性 如果不幸感染溝端螺旋體 流程需要21天 醫師提醒民眾要耕田或涉水 一定要穿長靴保護 另外去不熟悉的水域 建議不要玩太久 減低感染的風險 大愛新聞周末如巡銀行 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 再把 processing的召集 尤執 weil 4吼 20